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炮新闻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给个说法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 常务执行委员 施洪诚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所以是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老人福利法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 要提升机构的照顾品质 要落实老人权益的保障 这都是刚领了 那精神如此 宗旨如此 是怎么修正哪些条文 好 扎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针对于 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 老人福利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规定 我借用一个案例事实 来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说 立法院这次三读修正通过的话 对我们在司法事务上 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话题 对这个话题 首先来讲就是我们有个案例是 比如说父亲在女儿小时候 因为他游手好闲 而且对妈妈家暴 对女儿不是打就是虐待 甚至把孩子丢给妈妈养 然后妈妈养不起 又交给姑姑 父亲在女儿的心中 其实只有恐惧 可是后来有一天呢 父亲就倒在路上 后来被安置在这个安养机构 他总共积欠了四五年的安养的安置费 总共高达近两百万元 这时候呢 社会局呢就开始向女儿追偿 可是当时这个已婚的这个女儿呢 其实他在这个案例事实里面 他其实并不幸福 老公也离他而去 自己也是单亲照顾两个小孩 他自己也是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 他其实是付不起安置费的 可是社会局呢 却告诉他说 安置费他还是要付 但是他可以分期付款 可是他一个月才低收入户的补助 才一万五千多元 他养家都不够 怎么办法去支付这个费用呢 后来社会局有建议他说 不然你去针对于说你的父亲 去打一个免除抚养费的官司 后来虽然说后来民事法院确实也裁定说 女儿可以免除对父亲的这个抚养义务 就是免除这个债务 没有他是免除对父亲的抚养义务 那有两百万呢 对还在 就是说就是为什么 等一下要讲到那个老人福利法修正的这个规范 就像张大哥说的 因为这个判决的效率 他其实不溯及既往 所以判决确定前发生的这个安置费 还是要付 那基于这个案例事实 我们就来回归来看一下 这次的那个老人福利法修正的内容 刚才这个案例事实其实点出第一个点 首先来讲 如果老人发生需要安置的情形 我们国家会怎么做 以这个案例事实来讲 这个老人其实当时是在街头上混到 后来就被送到安置处所去 这时候其实就是有人去通报那个 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设政单位 然后因为依据我们老人福利法第41条的规定 老人他只要说生命身体 或是健康自由有危难的时候呢 他可以自己申请或是主管机关医职权呢 就把他安置到一个特定的处所去 然后安置好之后呢 主管机关他就会先电那个安置的 那个安养机构的这个费用 接着他们就会请那个护证机关呢 去查询说老人家是否有子女 那假如说有子女的话呢 他们就会依照这个子女的那个户籍地址呢 去发那个请求他给付安养费的这个通知 对那假如说子女呢 他没有去把这个老人家领回来的话 这安置费就一直的发生 那这时候我们的 债务就越累积越多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安置 他四五年累积了将近两百万 这时候我们的主管机关 他能够做的方式就是说 我查到这子女 他有薪水的话我就扣他薪水 他有不动产我就扣他不动产 可是这时候其实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子女当初之所以不愿意去抚养父母 其实不是抚养他某方面来讲 他是被父母弃养 可是等他成年之后 他就必须要去抚养父母 而且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 老人的安置费必须要由子女去负担 所以说我们第二个问题来讲说 假设说子女要免除这个抚养义务的话 在实务上我们的要怎么做 以目前来讲 只有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去处理 所以子女他假如要免除 对于父母亲的这个抚养义务的话 他只能透过民事诉讼来确定说 当初父母是不是有未尽抚养的状况 那假如有的话 法院是可以减轻或免除的 对可是这时候会另外一个问题来讲 大家会想到说 那子女可以这样子 那老人他假如说子女确实是不抚养 老人有没有自己的福利可以去主张呢 也就是说他早年并没有弃养子女 但是到了晚年 子女就来弃养他 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不是电视剧编的而已吗 确实实陆上是会有发生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到另外一个比较特殊案例 因为通常来讲都会发生在 通常来讲都是比较弱势的 那比较弱势的状况之下 通常子女是弱势 父亲这边也是弱势 以这个案例事实来讲 那父亲这边以一般我们正常来想到的话 假如说子女不愿意付抚养的话 那我们的社福机构是不是可以介入 意思说老人家是不是可以去请领 这个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补助 他假如自己有中低收入户补助的话 他也可以去给付这个案制的费用 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救助法里面 他有规范 我们在计算这个家户所得的时候 看他是不是符合那个中低收入户的标准的时候 其实是要把他一代亲 意思是说他的直系子女的收入都要一并纳进去 所以假如说 你刚刚讲了一个名词叫什么一代亲 一代亲 所以这时候一般的社福机关呢 他也会要求老人家自己去提告子女 所以换句话说 子女要提告老人家 老人家也要提告子女 他们假如要争取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的话 这时候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老人家 他才会有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 才有办法去请领社福的资源 所以在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呢 在我们的法律辅助基金会里面呢 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 当时关于法院免除抚养案件呢 在102年的时候总共有1806件 后来一路增加到106年的时候 总共已经变成3100多件 已经两倍多三倍了 对五年的成长率高达75.2% 占当时看法律辅助基金会的统计资料呢 他是占所有家事案件的比例 大概是44% 比我们一般人常见以为那种家事案件 所谓的离婚啊 或是夫妻财产这种来讲话 反而是请求免除抚养的义务 这个案件是占的大宗 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好 而且能抚养能力有出了问题 对 社会资源体系崩溃 可以这样说 对 这个更严重 对 其实因为这是因为我们的老人福利法 他在设计上就是会把我们子女 对老人的抚养义务 他是跟血缘绑在一起的 只要你有血缘关系的话 而且再加上基于所谓的使用者付费 就是社会福利资源 因为像是使用者付费 所以说他会先找到你的子女 之后他才会都不行 才会用到所谓的社会福利资源 这一个状况 所以假如说这个状况不解决呢 我们以后这个案件 就是在这种 子女告父母的抚养义务 或是父母告子女的请求抚养义务 这个案件其实就不会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老人福利法 订定的一些相关修正的问题 还有你会感觉到 不管是亲子之间 谁遗弃了谁之后 谁又遗弃了谁 亲子之间的问题 好像照你这样说是 必须先打一场官司 才能确认双方或各自 对于对方所负担的义务 需不需要承担 对 先要打一场官司 不管你要不要你要你就是要先打 这好像结婚故事的那个电影里面 对去年的那个好莱坞的电影 好了我吃得多了 对所以所以我们这次老人福利法 他修法呢 第一个他就是针对于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例事实 刚才点出的这几个问题点 来去做一个修正 第一个来讲他就是就扩大偿还安置费用的人 以前来讲他其实在老人福利法 旧法里面要偿还安置费用的人 只有直系血清悲亲属 意思是说只有子女 不包含老人家本人还有他的配偶 所以他这次把老人家跟配偶都一并纳进去 第二个来讲他保养跟安置费用呢 可以减轻或免除 他的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假如说老人家或是他的配偶 以及他的直系血清悲亲属 因为生活陷于困境而无力负担的话 他是可以免除这个安置费用的 第二个就是老人家 以及他的配偶或直系血清悲亲属 有钱款以外的特殊自由 没有能够负担的话 也可以免除这个安置费用 那这个特殊是有按照立法理由讲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有个官司 有一个确定的官司的话 他就可以免除这个安置费用 第三个来讲他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审核说 能不能偿还这个安置费用呢 以前来讲一定要透过诉讼 现在来讲 他有透过一个叫学者专家 跟社会以及民间团体代表 来审查说有没有散开这些室友 也就是说不需要都走到法院去 就可以确定说 我需不需要给付这个安置的费用 最后一个 什么样的学者跟专家 跟有资格审查的人 这个我目前这个是新法修正 他还没有定他的私刑戏者 所以这个相关的 细节还不清楚 对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比较 就是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几个修法的重点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老人的设备 他其实针对于老人福利机构 假如说有虐待 妨害老人家的身心健康 或是他有提供不安全的设施设备 或是他供给不卫生的餐饮 或有其他重大情势导致服务对象 也就是老人家死亡的话 以前的规定是只有罚还到六万到三十万元 但是现在来讲他有加重这个处罚 变成是最高可以罚到一百万元 罚谁呢 罚照护机构吗 罚照护机构 对 好 这是修法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充满疑惑 就是如果现在真的就是有个路导的老人 没有人照护 我们也知道他的子女可能没有能力或者也不在身边 那这是要扩大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来帮助他呢 以目前假如说以目前我们老人福利法新修正的规范来讲 这时候我们假如一般路人看到能够做的话 其实就通报给警察机关 然后警察机关他就会通报给社福机关 社福机关就会把这个路导这个老人送到那个长途照顾之家 或是那种安养机构这种类似这种机构 民间的安养机构 对会送到民间的安养机构去 所以他们这时候会产生刚才说的安置费 那现在的安置费来讲 依照老人福利法新修正的规定的话 对不起 如果说是那个安置机构就在附近 他才比较方便送去 那可是他他们我虽然有空间有人力 可是我不想要背这个责任怎么办 他能拒绝吗 张哥你问的是好问题 因为这应该来讲 我们跟安养机构应该是 我不确定政府机关是不是跟安养机构签一个契约 就是我一个照顾的契约 就是你必须要临时收治 但是我看老人福利法 我印象中是没有强制安养机构 必须要安置的规范 那我不考你了 对 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 比较细节的理解这个问题 是吧 最好是等他那个 有细节的内容 什么那个草案 有一个事行细则 对不对 出来的时候 好 另外接下来一个话题 花莲王 花莲王不是傅昆奇吗 对 不是我们小一哥 我们不是 花莲王并没有遭到尺度公权 他是代职入狱 服刑 而且还薪水还照理 这个让我感觉好像是说 傅昆奇啊 你就进去住一下 就是等于说居家隔离 然后呢我还给你钱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实行 应该是说不要去实践你的这个立法委员 各种职权 不行使那些职权 那我就给你钱 你薪水还是 这个很怪吧 对其实就是他其实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其实目前来讲我看到好几篇针对于说这个案例 案例所衍生的讨论也好 或是批评也好 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不过我们还是先简单来跟大家 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案例事实 首先来讲就是人称花莲王 就是现任的无党籍立委傅昆奇先生 他是因为他在86跟87年间的一个操作股价的炒股案 在日前遭到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所以他确定要入间执行两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这个他要入间执行这个有期徒刑呢 内政部表示说 因为当时在宣判的时候呢 傅昆奇他没有受到所谓的持拓公权的宣告 所以他可以代职代薪的入间 这时候就会引发各界的哗然 所以意思就是说刚才像张大哥指出的点 第一个傅昆奇他入间执行期间呢 他没有办法行使立委的职权 而且他不但没有停职解职 或是留职停薪等等 还能够代职代薪入间 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像张大哥说 违反一般人民的 这违反常识 对就违反常识 感觉他好像去一个地方度个假 然后他薪水照里面 然后还不用做工作 不是不用做工作 是不允许 也就是说他如果去执行行使他的这个 立委的职权去开 这个对于政府是不利的 所以对不对 对于执政党 现在民进党是不利的嘛 他是五党籍 其实他是表面上是个五党籍 他是跟亲国民党的 对 好那这个 这就是说我给你钱 我不整你 而且因为还有一个原因 他看着他太太 有高人气的当选了花蓮县县长 对 这个可能是政治上因素 但我们刚才要 一定是政治上因素 他可能 可能什么 好 那还有 可是他还有第二个问题点 其实傅宽奇在107年 他担任 担任那个花蓮县县县 他也是有遭判刑入间 可是他当时就被解职了 那为什么担任立委却不用 这有两个法律上的问题 我这边来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说 什么叫做此夺公权 依照我们的刑法36条的规定 遭法院宣告此夺公权的人 在此夺公权的期间 他其实是不能担任公务员 也不能担任公职人员的选举 比如说立委 议员 县市长等等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被宣告此夺公权呢 依照我们刑法第37条 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规定 如果是被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 他会终身此夺公权 那假如说其他只是遭判处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法院可以依照犯罪的性质 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宣告一年以上 跟十年以下的此夺公权 举例来讲的话 比如说假如是犯了贪污自罪条例的规范的话 他就一定会被此夺公权 或者说他犯了妨碍投票的规范的话 他也会被此夺公权 要看他的罪 对要看他的罪 其实本件比 他是股票内线交易吗 对 内线交易不严重吗 他其实是操纵股价 对 可是不管是内线交易 不管是内线交易或操纵股价 其实当时这个司法院 他其实有发一个新闻稿说 为什么傅昆奇在被宣判 这个操纵股价罪的时候 没有一并被宣告此夺公权 是因为这个其实是86跟87年间的时候 傅昆奇他其实是以投资为专业 他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而且他当时所做的这个事情 他其实操纵股价 也跟这个公职的关系是没有的 换句话说 不是借由他的职务 对 这个借事 做一些事 对应该说 按照那个我们的法律规定 我要宣告你此夺公权 我要考量的有两个点 就是得宣告的话 有两个点 第一个我是不是公职的身份 去做这些违法的乱纪的事 第二个或者说我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 跟是不是跟公职是有关系的 有没有滥用他的权利 可是这个傅昆奇 他其实是在 这已经是将近大概20年前的案件了 他是一直到现在才被判决确定 而当时他只是一个投资人 按照那个案例市场 他只是一个投资人 他从而且操控股价 也跟所谓的我们的公权利 这些立法委员这些都没有关系 所以当时最高法 高等法院才没有宣告 他要持夺公权 以前是不是严清彪 在他的立委任内 也曾经因案判刑 三年九个月 对 那么他也因为没有被宣告 持夺公权 而以立委的身份入奸服刑 对 那他 他的情况 他是什么 尊严还记得吗 我没有 也是跟职务无关 对 也不是贪污嘛 对 只要他不是持夺公权 因为上他都不需要被剥夺掉 他的 就是因为上 他的身份 对他的身份 所以他还可以 所谓的我们说的 带职带心入奸服刑 这是比较特殊 好 那么这个在社会观感上 会引起很多的议论 对 可是我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 因为 我们来讲的话 虽然说没有经过持夺公权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有其他法律 还是有对一些公务人员 因为 你遭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 你没有宣告缓刑的话 还会服刑 他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这边也一并跟大家报告 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选霸法 你只要被宣告 有期徒刑的宣告 但是没有执行的话 你是不能够担任公职人员 是 第二个依照公务人员任用法 你也不能担任公务人员 最后一个依照公务人员惩戒法 假如说你已经担任了公职人员的话 但是你因为你要入役服刑的话 这时候你会被当然停止职务 而且你的薪水力量上只能减一半 薪水要减一半 对 但是立法委员他比较特殊的地方来讲 就是他是刑法上的公务员 但是他不是公务员服务法上的公务人员 他不是公务人员 对 他是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 但是很特殊的一点是地方首长 跟地方的县市议员是公务人员 又是公务人员 对 所以这里面来讲 有人就认为说是不是立法委员 你们自己自肥 地方的县市议员跟地方的首长 都是民选出来 可是他们都是公务 又跟民选不民选没有完全的关系 对 因为在地方县市议员或地方首长 他又被当作是公务人员 可是只有立法委员 他自己的状况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立法委员的 那个行为法规范 立法委员的这个支域的 这个待遇的支极 是比照中央部会首长的标准 而一般的公务人员 就是他的薪水 或怎么认定他是公务人员 他是必须要依照公务人员奉集法 必须要有奉集法的薪资跟官职才算是 立法委员因为他不是用奉集法 总之在立法之初就已经偷渡了 可以这么说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 在我们现场的是民间四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 事实时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 这个有一点让人担心 可是也觉得很荒谬 我都笑出来了 性侵假示犯徒手破坏电子脚料 他能耐不小 监察院纠正法务部 这个结果是监察院去纠正法务部 好我们来先谈一谈 这个破坏电子脚料这件事情 蛮恐怖的 对其实假如说我们电子脚是没有这样 就是他的稳固性是这么差的话 其实以后不管再做 不管是性侵害的防治 或是以后我们停止积压的这种科技的监控来讲 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案例事实 怎么回事 对其实在就是在民国108年的1月10号 这个潘信的犯罪人 他其实因为违反了这个刑法227条第三项 跟与未成年性交罪 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他在有期徒刑的服务 也就是在服刑的过程中 他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他有被假释 但是他假释的前提是 他必须要带着那个电子脚料去服刑 他是假释犯 对他是假释犯 但是他在假释的过程中 因为他电子脚料 就是他不喜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觉得电子脚料会妨碍他的正常的工作 所以他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不想要用电子脚料 就是他后来就是把电子脚料破坏掉之后逃逸了 就后来没过多久就被警察发现 然后就把他逮捕 可是这重点来讲 不是说他被逮捕 而是重点来讲 他是怎么破坏这个电子脚料的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其实他只是电子脚料的 跟他的脚踝中间其实有缝隙 他用两个指头插进去 然后再把他按到电子脚料的锁扣处 他一拉扯就拉开了 就利用支点 他还没有利用支点 他只是用自己的力量 把他就直接把他扳开 就是没有拿工具了 对 然后本来还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个电子脚料自己的 就是那一个是可能是有一些瑕疵 结果没想到在 就是在检察官训问的过程中 检察官再拿一个新的电子脚料 给那个潘信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请他自己再做示范 结果在征训的过程中 那个潘信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他自己又把他扳开了 换句话说就这个电子脚料在这个 能不能够达到所谓要 这防君子不防小人 就有点像画地围绕 我给你画个圈 你别跑 结果还是不可以跑 对 他没有形成一个结界 对 可是很特别一点是 依照我看到的这个资料 当时那个法务部的人 他是说依照他们目前带电子脚料的过程 那个他们目前来讲就是因为怕那个犯罪嫌疑人知道电子脚料是怎么靠上去的 所以他们之后就会想办法去把它破坏 所以他们按照电子脚料他们的扣法 其实是当时那个犯罪嫌疑要靠那个电子脚料的时候呢 法务部的那个就是矫正式的人 他们会让他先戴那个VR眼镜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电子脚料是怎么被扣上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法务部的人也说 听到说这个潘信这个犯罪人 他可以用手把他扳开 我直接截入那个科长的对话 他自己说本案潘源怎么徒手打开 我都想去监狱访谈他 换句话说 在法务部的认知里面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说 电子脚料不管用 对 可是这个情形来讲 监察院他在106年的时候呢 曾经也发生过一个就是性侵犯 无奇徒刑的性侵犯 因为后来假释出意 也是用电子脚料去控制 后来这个这个宵信这个嫌疑犯呢 他也是破坏电子脚料的方式 当时监察院就有提出一个调查报告 认为法务部这个电子脚料这个做法呢 可能必须要再研究一下 看用什么样方式更完全 可是在不到两年 大概两年的时间又再发生 第一次销信线一犯 他其实是用那个我们说的那种砂轮机 去把它切断 可是这一次更夸张是徒手就把它搬开 这个东西所以我要之所以要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他知道说 我们电子脚料 假如是说这个安全性或是它的这个管控性 稳固性是有问题的话 那因为我们之后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停止积压的这个办法里面呢 他有一次说你要停止积压的话 我们的就是司法单位可以用电子监控的方式 其实有的是电子脚料的方式来去监控你在哪里 可是假如说电子脚料是这么的不稳固的话 其实以后的这个积压的相关的科技监控的这个设备呢 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是 不过这一次这位潘信男子 后来他有没有等于是违反了假释法 然后又要回去重新做 他其实这次的潘信男子 他第一个他已经违反假释的规定 所以他要回去做 另外一个他其实是因为他破坏了这个我们说的电子脚料 他其实又触犯另外再触犯了一个新法 再加一个新的罪 刑法138条就是公务上持有物品罪 所以又再罪加一等了 是的 接下来是法官是不是 对 法官当庭训斥律师说你就是鸡啊 鸡他的影射意思是或者象征性的意思 是妓女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 他其实就是鸡 他其实就是成语鸡同鸭讲 他其实 那法官自己是鸭子 没有没有法官意思说你们两方的律师 一个是鸡一个是鸭 这其实在里面有揭露到 所以他认为说你们两个就是类似鸡同鸭讲的意思 法官他叫柯胜义 对 这个名字好像很熟 他是不是有不少事 柯法官其实就我看到的资料 其实他在100年还是101年已经有遭受过惩戒 也是因为态度的问题 是哪一件事 我不能确定这个相关我没有去看到101年 我是对这个柯胜义法官的名字很有印象 好 可以讲讲看这件事 其实这柯法官其实他被主要被弹劾事件 其实是因为柯法官在108年2月21号呢 他在审理一个叫做解散合伙事业开庭的时候呢 因为原告律师他提起一个 当时有追加一个叫被位声明 那柯法官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原告律师提起这个所谓的被位声明呢 除了提出质疑外 而且他其实非常不开心 等一下 什么叫做被位声明 就是我们在诉讼上有叫先位跟被位声明 被位哪两个字 准备的被 然后位置的位 座位的位 对 我简单用一个案例跟大家做说明什么叫先被位 比如说我们跟人家买卖房屋 那我买了之后 我要要求对方交屋 那对方不交我就提告 要请求他返还房屋 这个叫先位 那第二 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买卖的契约根本没有成立 这时候我要要求就不是返还房屋了嘛 因为我们契约不存在 这时候我要要求就是所谓的返还嫁金 意思是说我前面这个前提事实假如不存在的话 那我后面可以主张的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法院希望说我们案件可以一次解决 不要说因为法官审理说 你这个契约不成立啊 所以你请求他返还房屋不行 但是那我的嫁金怎么办 我已经付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先被位通常来讲 就是小时候先位不成立的时候 法院才会去审到被位 然后所以就以刚才 他就表示他还是一个案子 对还是一个案子 可是这个科法官对于这个原告律师提出的这个被位声明 他其实是非常的生气的 至少从相关资料看出来 为什么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就是科法官在针对开庭的时候针对被告律师 他提出被位声明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首先说 你拜托 你偷偷偷偷掉 这个被为声明 就不能这样用 然后第二个 他还要讲到说 你偷偷偷掉 我真的是很佩服 你们这些律师 不知道当时 那个书怎么念的 然后还讲说 那个原告律师 我再强调一次 把被为声明撤掉 跟你那么啰嗦 这就是当时科法官 只是因为原告律师 提出被为声明 他就这样的主张 而且他一直在 针对原告律师 提出被位声明的时候 一直在修 我认为是在修辱那个律师 而且很妙一点是 当时呢 这个科法官除了问这个原告律师以外 他还问被告律师说 那你觉得这个原告律师提出被位声明 你有什么想法 结果呢 好像这个对方的那个律师 好像也认为说 这个被位声明是可以的 结果他当 就是反而两个人 两个明明是对立的律师 都站在一个阵线上 就法律而言 他认为法官是不对的 对 结果这个法官又直接骂那个对照律师说 你也跟他脑袋糊涂 就是这个科法官对于被位声明这块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不开心 这也可以从他后来呢 要求这个原告律师提出说你要撤回 那原告律师是跟科法官讲说 不然我回去跟当神仙商量之后 再看要不要撤回这个被位声明 结果没想到科法官就直接 要求书记官在他的笔物上记载说 原告律师同意撤回这个声明 事实上原告律师并没有同意 对原告律师只是说我要跟当事人在确认 我想请问那到底是什么案子的什么细节 科法官会会这样说 说你不可以提出被位 其实我从被位声明 可是这其实我觉得科法官不只针对被位声明 是有意见的 其实在当初后来这个监察院 他们去调科法官在108年1月跟2月间 所有的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发觉科法官对当事人的态度通常都是非常的差的 简单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在一个审理一个损害赔偿的案件里面 科法官跟双方当事人说 你们是小学生在念作文吗 或者说你看你们双方就是搞不清楚 你就是基因跟他压两个在那边讲 这样的声音当然不一样 你们到底是在搞什么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施红成律师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 是一位法官 我觉得他赫赫有名 叫柯胜义 被监察院弹劾了 之前他就因为态度不好 有被承接过 我想要知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 还是我刚才问过的 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 需要所谓的被卫声明 那么不管柯胜义态度如何 我想要多了解一点 法律上的问题 柯法官当时审理的这个案件 叫做解散合伙事业的案件 通常解散合伙事业的前提 我们就必须要经过清算 合伙事业的财产 所以第一个可能他们提出的声明里面 是说我要解散合伙事业 要给我多少钱 可是合伙事业多少钱呢 其实要他一个前提是 我要必须要了解到说 这个合伙事业这个清算结果的金额 是多少那才有可能会进到 所谓的解散的分配 就是要分配那个清算的框枪 所以他的先位来讲 就是我要要求请求说 我要解散这个合伙事业 可是他的备位是说 合伙事业也许不能解除 那我要了解到说 我现在合伙事业的财产状况 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备位声明 说要确认这个清算的金额 感觉上那就是有一些复杂的程序 还有一些很专业的内容 就法官觉得有点烦 对 他不想搞 那你要当法官 那你去 好吧 应该劝他还是改行比较好 他说你就是鸡 这个话真是有一点过分 前检察长彭坤叶涉嫌官说 谈谈这个案子 好 这个案子其实是之前我们报告过 不过我来跟大家来更新一下 最近的进度 是彭坤叶 对 我们下次先让他了解一下 回归当时一个事实 其实就是108年3月21号的时候 在检察官论坛有出现说 桃检不及类 而且很烂的这个文章 当时就是在指说 当时担任桃园地方检察署的 彭坤叶检察长仪式官说的情形 就是针对说 当时桃园地方法院 有在审理一个 违反税捐基增法的案件 当时他有指示公诉检察官 去促成这个认罪协商 这个文章后来经过媒体披露之后 法务部就下令高等检察署 去调查这件事情 后来经过调查结果 发现说 在108年3月18日的晚间 彭坤叶前检察长跟那个 当时那个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邱泰山他们有过参序 当时那个邱泰山 他在口头跟彭坤叶讲 就是陈琴这个案件 当时邱泰山的认知是认为说 已经开启了这个所谓的 犯罪协商的程序 那后来这个承办的这个检察官呢 他不愿意继续再下去 他认为说这样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按照他的说法是说 我就向彭坤叶检察长去做说明这件事情 然后彭坤叶检察长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也没有去调查说到底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继续协商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直接要求他的下面的一个 叫相悦检察官去说 我要继续开这个犯罪协商的程序 假如说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自己下来亲自主持一个 所谓的犯罪协商的讨论的会议 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个问题经过 后来不管经过高检署 或是监察院调查呢 都认为说彭坤叶检察官呢 按照高检署或监察院的调查结果 都认为说邱泰山 当时所谓的陈情呢 其实是一种官说 那只要你是官说呢 你就必须要在官说的这个布置上 就是你必须要在正风处那边去登陆 这个官说的这个事情 谁官说 你是说邱泰山官说 邱泰山帮那个立新医院的院长 去做官说 那所以既然是官说 你就必须要让他登陆 对就必须要登陆 这是我们官说的 我们的那个行政极端的论理规定 对那监察院调查的结果 他还是认为说 不管是彭坑院检察官 还是邱泰山呢 都认为他们有违反情节重大 但是很特别一点是 当时呢 就这个弹劾案呢 总共监察院开了两次 结果两次呢 邱泰山跟彭坑院的弹劾都没有过 第一次呢 是三票比十票没有过 第二次呢 邱泰山甚至全部都不同意弹劾 那彭坑院只有一票同意弹劾 换句话说 在弹劾案这个过程中呢 彭坑院跟邱泰山呢 他们都没有遭到任何的 全身而退 对就全身而退 这时候可是这时候呢 检评会就是 检评会或是有一些年轻的检察官 就认为说 这样子完全都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检审会还是 检评会 检察官评件委员会 检评会 对 他们就认为说 好既然监察院认为弹劾不过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检评会来调查说 彭坑院检察官 究竟那样算不算 管缩 对 结果他们 对 结果他们后来调查的结果也认为说 彭坑院检察官他其实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 他确实是一个关缩 而不是澄清 他因为他讲的其实是要跟那个 立新医院当时的 税捐的那个逃漏税 大概五亿元的这个金额 他们要去做一个协商 出一个比较低的金额 所以为什么要进行犯罪的量 就是因为我脚协商比较低的金额之后 我可以第一个罚款的金额会比较低 第二个我的量刑会比较轻 所以他认为说你 既然你要讲的是这种 会涉及到案件事实的状况的话 第一个他就是一个个案 对 他就是涉入了个案 对 简单的说 对就涉入了个案 所以他就是一个关缩 第二个他认为说 即便你认为 有没有禁止 有没有进入这个协商 你认为是有问题的 可是你自己 在检察官独立的状况之下 你要优先维护检察官的 这种超然性跟独立性 所以这时候 你不应该只单方面 听邱泰山委员说 协商有问题 你就认为是有问题 你应该先去把 下面直接的承办检察官 或是他的主任检察官 先了解这个协商过程 到底有没有错误 可是彭坤越检察官没有 他直接就认定说 你的协商是错的 你没有继续进行是错的 换句话说 他认为说你有违反 检察官的超然的独立性 然后按照他们的结果 他们是说 我建议要记警告处分 后来检察 彭坤越检察官在人省会的时候 确实被警告处分 而且考基被打兵等 这是检平会发挥的作用 对 在我们的监察院 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检平会他跳出来 认为说这个确实是有违反 然后检平会做出了 评鉴的决议 要求说送 那不是等于打脸的监察院吗 某方面来讲可以这么说 因为当时监察院做出这个 都不予弹劾这个处分来讲 我看过相关的资料 其实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 在法界对不对 对在法界 好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大约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少女车手零款 获得的报酬是3% 就是跟他运的货有关 是吧 但是他爸爸就为他的意见是 要赔200万台币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件 我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案件的事实 就是有一位朱姓造影 他在106年12月间 他经由一个黄姓男子介绍 加入绰号是 钱贵的为首 这个诈欺车手集团 然后他担任的是这种 面交车手或提款车手 然后当时朱姓造影 他只要听信 听从这个上级的指示 出面向被害人去收取 这个提款卡或现金 从那个ATM里面提领这个金额 他可以分到他提领金额的3% 当作是一个报酬 后来在108年4月8号的时候 这个诈骗集团向这个被害的 刘姓男子去诈骗 诈财 结果刘姓男子就将这个款项 200万元交给这个朱姓少女 后来呢 这个刘姓男子因此被诈骗了 200万元 然后台中高分院呢 何怡婷就是判决这个朱姓女子 一年4个月 后来这个刘姓男子呢 就是要针对于说 我被诈骗的前台 我要去起诉请求返还 所以他当时就告了这个朱姓女子 还有朱姓女子的父亲 两个人 他不管那个集团的事 他只管拿了钱的那个 没有错 后来呢 法院就认定说 第一个呢 在我们的法律规定呢 假如说你是行为时 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呢 在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话呢 他在行为时 有誓别能力者违宪 跟他的法定代理人 必须要付连带赔偿责任 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是未成年子女的时候 的时候呢 你所做的行为 你侵害大人权利的行为 你必须要跟你的法定代理人 一起要付连带的赔偿 总之就是爸爸 对 当时 对 看这资料来讲的话 他只有告他父亲 所以这父亲跟他 朱姓女子就要共同付这个赔偿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说 新闻媒体下的标题是 他报仇只有3% 可是父亲却要付到200万 就是因为这 刘姓男子被诈骗的金额 就是200万 所以这个感觉上 好像变成朱姓女子的父亲 变成苦主了 那个提告的人 反而有点诈骗集团的味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法律 是怎么回事的话 那就是知道这个法律的走向 或者知道这个法益 而利用之 让法定代理人赔钱 我想这个 后来定案了吗 目前还讲一审的判决定了 他有没有上罪 他爸爸就是要陪 对对对 他就是要陪 对 目前还讲是这样 那诈骗集团的人呢 难道没有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他们才是真正应该被求偿的人不是吗 对 张大哥说我没有错 所以刘姓男子理论上 他也跟诈骗集团其他人去做求偿的动作 他有去求偿 还没有看到资料 但是他对朱姓少女的父亲有去做求偿 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了 法律现在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就是你知道法律 你就可以用它来作为生财的工具 不管你是不是貌似受害人 看起来他是加害人 哎不敬心 你就是想变成这样的一个装子 我画了 collect黄 wee 小 别 我 ��